Layu 了世紀天天獨心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伯根帝人 這場比賽也是中東杯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紅色選擇的文明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開局時會有一台免費的羅車 這個羅車開局是可以拿去探地圖的 是不能拿去訓養名養的 但是這張地圖是四軍模式 所以會有國王開局 那開局的國王本身是比肉馬跑得還要快的 1.20跟1.32 所以開局的時候 肉馬可能會去外面搞點事情或是退退路 而用國王去探路會比較快 但這張地圖其實有點像是要塞那種地圖的感覺 所以開局會有城堡或是劍塔防守 所以國王出去探圖時特別注意不要跑到敵方城堡中 可能會被射個兩發就倒到地上抽了也說不定 好那先來介紹文明的特性 文明特性呢 喬治亞人他是擁有強化教堂的19格範圍內的村民 增加10%的效率 所以這個能力呢通常是用在農田處跟礦的中間 那木頭當然也可以 那盡量要放在木頭跟礦的之間或者是農田之間 效率會再更好一點 那喬治亞人的後期主要是打莫娜絲帕寶兵單位 每五隻騎士或每五隻的莫娜絲帕都可以增加一點傷害力 到了後期傷害力可以高達22點傷害 而且黃金造價也比騎士便宜 雖然血量少了一點 但是他近戰防護力精銳版本可以高達8點的近戰防護力 所以是非常坦的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博庚帝人 博庚帝人最大的特色是可以提前一個時代進行升級一級農級木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黑暗時代的博庚帝人已經點下了一級伐木 那博庚帝人這個效果之外 他點經濟科技史還有哲客 所以提前點經濟科技史壓力會比較小一點 那後期的博庚帝人經濟還有一個更成 是這個博庚帝葡桃園 可以在農田裡面慢慢生產黃金 這也是博庚帝人後期沒有黃金石的一個大殺器 那博庚帝人呢 他的最強的單位呢 我個人認為是這個他的寶兵 馬上清裝兵 地下的傷害手攻擊力非常強大 但是他的後面的傷害力是比一般騎士還要低的 那如果不打馬上清裝兵的話 博庚帝人還有這個高速遊俠升級 他的馬舊科技都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遊俠升級呢 造價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但他有個缺點是 他沒有品種 所以他的遊俠呢 血量只有160滴血 稍微可惜了一些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呢 開局是有一個河道在的 那這邊兩邊的開局是不太一樣的 喬寨這邊是五個漁船開 然後博庚帝人這邊是慢了一點 這個漁船居然只有兩艘 但是他是往下開了一個湖 並沒有要全力去爭取上方這個海域 因為這個海域呢 只有這個魚群可以吃 並沒有像右邊的湖的中間 還有三個生物可以拿 所以如果右邊的這個湖 拿下海域的話 到了中後期的黃金數量獲得更多 這個讓後期的打贏的勝率 就會再更高一點 那這張地圖呢都是固定的 所以都會有一塊木區 然後中間有個大木區 然後黃金石頭都一樣 算是在比賽地圖裡面 算偏平衡的一張地圖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兩邊封劍時代會怎麼打 那沒有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都是封劍打一個戰劍 然後騷擾 防守捕魚 然後升城堡時代 3TC開農 比較常見的 當然也有那種城堡時代 就給你大開戰 想要打進去的 但那個成功率是有點低的 畢竟這張地圖有點像是競技場 但他比競技場還更難打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被的劍塔 跟那個城堡的關係 要馬上秒殺對手是很困難的 所以這張地圖通常是會打到後期 這個大後期 所以大部分的選手們 都會選大後期的文明 例如波斯啊 或是越南之類的 五分帝、喬治亞 或是不列爹、法蘭克 這些都有機會出現 既然這種前期文明就不要選 但目前沒有看到有人選波西秒 可能是被ban掉了 沒得選 也有可能 這邊看到戰略數量太多 打算直接棄海 西圖通常這裡直接放棄了 左邊的海域 右邊的湖已經開始慢慢捕魚 這邊直接撞到 狼直接咬死一隻槍兵 刺頭只剩下七滴血量 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道德這邊打法 算是一個正常開局 左邊的海域打完 把這裡的魚捕到五艘船 就沒有再去出了 那這邊碼頭 大概在中間再補一個 然後這裡再補一個 就差不多了 那就可以把左邊這個河道的雲全部吃完 左邊這個河道大概有三千多肉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三千多肉 因為海邊還有這個河冰魚群 有一千五 那右邊呢 道德是沒有去奪取這邊的海域 而是讓對手先幫忙補右邊的魚群 左邊拿一拿 但右邊沒有去想要阻止 但是喬治亞人他的 這個叫什麼 賽凡塔 他有兩個名稱耶 賽凡塔或斯萬塔 但是我們叫他賽凡塔 遊戲裡面是叫賽凡塔 那賽凡塔這個科技呢 可以讓自己的箭塔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例如像奴炮那樣子的感覺 變成串燒箭塔 那他這個箭塔的效果呢 打這個 控制右邊的海域手 可能會有點效果 也說不定喔 好 看到這邊兩邊寶兵都在互打 哎唷 孟娜斯帕跟馬上清裝兵 打起來結果是血量掉的差不多 單挑的情況下 右邊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準備要來開農起來 上面補了一個3TC開農 這邊補了一個木門 這裡也補了一個木牆 好 填下了二級農田 那這裡海域如果放棄掉的話 比較麻煩是 會被控制左邊這個木頭 那待會兒伯恩帝人 可能還是要去投機跟箭塔 去來 把這裡的地方喔 搶回來喔 不然戶頭到了後期可能會缺乏 好 那喬家 這邊是打了強化教堂 增加一下自己的工作效率 而且轉出了僧侶 開始造強敵方的馬上清裝兵 好 打法算是 挺正常的 就是騎兵配僧侶 這邊著想一下 看一下 後面這裡要假一下喔 莫拉斯帕要回頭嗎 這兩隻僧侶 還在CD 不能著想 直接被處理掉了 好 那這邊馬上騎裝兵 可能會有優點優勢 原地下傷量非常高 拉了一隻莫拉斯帕後面攻擊 結果被著想掉 阻止了對方的 莫拉斯帕來 擊殺自己的僧侶 那目前看起來 道德這邊是 打出正面的對決 僧侶戰士打輸了 好 當然這邊撿到一個生物 趕快撿回家 好 那目前看到 喬治亞人這邊 是補了兩個強化教堂 那這邊 喔 是三個 這邊補的 數量非常多 可以順利看一下細節喔 那細節的部分 都是在 這個城鎮中心 農鐵的範圍裡 這個 石頭礦產地上去喔 那待會這邊 也可以再補一個 強化教堂 那強化教堂這邊補下去之後 喬治亞人的經濟 才會有所成長 好 右邊這裡也是補了一個 城鎮中心 那西偷這邊還擊殺了幾頭路 讓對方待會開城鎮中心 沒有辦法馬上補路肉 好 這邊想要先撈一些村民 哇 還是擊殺到了一隻 兩隻左右的村民 好 目前看起來 西偷稍微拿到了一點主動權 而且右邊這個海域 已經準備放了三隻生女 去奪取 三生物 OK 那目前看起來 到的是三生物 即將來打四生物了 看一下這邊生物的數量 一個都還沒有 三生物打三生物啊 這個地圖是六個生物 哇 沒想到西偷 在中間的生物沒有拿到半個 這有點意外啊 OK 那目前看到 博哥地人 這裡是補一下輪軸技術 跟神聖思想 OK 那有三生物打三生物 兩邊不會差距太多 但博哥地人 還有博哥地葡萄園這個科技喔 可以讓自己的農田裡 慢慢產生黃金 大概可以變成兩個生物的加成 所以實質上 後勤應該是五生物對三生物的一個黃金產量 好 那稍微再加快一下 兩邊好像是想要打後勤 但這邊有大動作囉 木拉斯帕 往上走 想要拆除木門 下方這邊想要蓋寶 好 這邊應該是能蓋成功 這邊木拉斯帕直接後面 後路是攻擊 看到三隻生女 好 直接夾掉 三隻生女倒地 但是導想到了三隻木拉斯帕 好 最後解決掉了 剩下的單位 那正前方這裡蓋寶應該是來不及對寶成功 這個城寶可能要放棄 道特這邊可能會變道特寶 直接在比賽中上演道特寶 這樣不跑吧 道特 好 取消 道特在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寶 好 上方木拉斯帕 拉走 幫其中兵繼續追 等一下帝王時代的是普恩帝人 但村民術是比較落後的 因為這邊道特是補了4TC 4TC的經濟量會比帝王時代大概慢個1分半左右 以道特這個情況上來說 已經算是蠻快升帝王時代的了 好 那下方的魚群終於把這個魚都吃完了 8個漁船待會可以來灑漁王 那這邊漁王防守到很困難 因為對方生旅或是城堡之類的單位 很容易就可以把這些漁蟲給解決掉了 所以要不要去下這個漁船 也算是蠻看文明的 我個人認為國人跟地人 可能後期漁船不需要 直接去灑農田會更好 並建議最後的人口是200人口 把這些漁船 8個漁船變成村民 也可以產生不少黃金 那這邊是補了一些城門 正面補了大石牆 好 21隻莫娜斯帕 這邊包起來打 戳掉了一些馬上輕鬆兵 OK馬上輕鬆兵第一次他的傷害非常高 但是後續傷害就不太行 而且莫娜斯帕天生就有三防的防禦力 但最後還是馬上輕鬆兵打贏了正面的對決 但是到帝王時代之後 喬治亞人 點下精銳莫娜斯帕 可能馬上輕鬆兵就不太好打贏了喔 因為馬上輕鬆兵的基本傷害只有8點 那莫娜斯帕的精銳版本 5加3也是8點傷 8點防禦力 好 但這邊使用地下特性 直接爆打莫娜斯帕打贏了 哇 結果 博貝地人這邊直接爆出大量馬上輕鬆兵 下方的城市中心看起來是沒救 準備要來產出巨頭C開拆城堡 下方稍微圍一下 莫娜斯帕不要再往前送了 這裡趕快先補一下馬凱 喔 那升到帝王時代 待會先升個三級弓 這邊先升精銳會更重要 精銳先補一下 中間補了一根城堡 西托這邊聰明樹來到了102村 聰明樹直接反超道特 道特這邊剛剛為了出莫娜斯帕 還有為了點精銳 斷村斷的有點久 現在聰明樹只有91村 對上105村 西托這邊則是沒有斷村的 這邊來到15分鐘喔 斷村時間有點長 OK 點下二級馬凱 先把這個二攻防先點下 沒有先點三級弓 這個就有點特別了吧 打法比較沒那麼正常 OK 這邊看到巨型頭C開拆 這邊有些村民沒有收村進去 被擊殺掉了 正面繼續圍 波紋地人已經補下三級弓 西托這邊升級就比較正常 先升級了三級弓 這邊三弓加二弓是加很多的 這邊一個BD 偷家能夠成功嗎 這邊趕快戳這些木牆 這裡補獵跟城堡 看起來這邊偷家沒有成功 下方開始在追 拉了幾隻莫娜斯帕夫來處理 但是波紋地人這邊傷害很高 而且這邊就是精銳版本 攻擊力是11加29 雖然攻擊力是40點 但打村民只會有39滴 所以還是要兩道 我們用巨頭偷拆一下 莫娜斯帕 掉了幾隻數量 左邊城堡順利拆除 這裡有更多的莫娜斯帕夫過來 進入射程 再找個一發 沒有砸到 OK 上方這邊結果還是被打出了個洞來 吸脫有點尷尬 家裡被BD 這裡千萬不能被燒了到農田 農田是馬谷的命脈 目前吸脫這邊的農田數量5點少 只有18片田 這裡硬生生點下了三級馬卡 好 道德這邊終於不下了三級攻 好 看起來是打得贏了 這一波弄已經解掉了 好 正面 莫娜斯帕的數量慢慢再堆疊起來 看起來道德前方的黃金 是有稍微拿到一點主動權 其實這邊會有點危險 中間的黃金沒有拿下 但是拿到下方的石頭 感覺還不錯 到目前道德在等吸脫下面的巨型頭 實際出來 想要去開拆下方 我覺得吸脫這邊有點危險 這邊兩個隻巨頭在這裡 好 但這邊正面會合 雖然數量上有點打不太贏 對方的莫娜斯帕 因為我們是上四角 所以可以明顯看到 道德這邊是有數量上的優勢 好 馬上輕鬆兵數量也來到22隻 兩邊數量差不多 但是道德這邊是需要數量堆疊 才可以打得贏 但是現在三攻已經好了 傷害非常高 直接爆打伯恩帝人 哇 伯恩帝這裡馬上輕鬆兵 沒有辦法繼續跟對方僵持喔 最近升級之後呢 只有11加4的傷害 15點傷害 莫娜斯帕總共有8點防禦力 打下只有7滴血的傷害 看來莫娜斯帕1點22攻的傷害 打馬上輕鬆兵是5點 22-5 打一下有17點喔 7點跟17點的傷害差距 那莫娜斯帕可能要盡可能用自己的 第一招的蓄力傷害喔 11加29的一下 打完第一下就拉走 打完第一下就拉走 打完第一下就拉走的這個特性喔 去阻止對方的 喬治亞人的 莫娜斯帕 不然就是要轉疾兵 那現在轉疾兵進來 可能會有點維持一晚 現在步兵也還沒升級上去 疾兵也沒升級好 現在要量產大量的槍兵也很困難 好 下完這根城堡 看來是要找個機會來收掉了 這邊直接追 哇 好難受 馬上輕裝兵 對上莫娜斯帕 感覺是莫娜斯帕 過分有優勢一點 但是一直打這個 偷打第一下的效果 賺點血量也不錯 這邊疾兵終於上前 兩邊正式開打 右邊高地堡 打莫娜斯帕傷害非常高 這邊應該可以解決 第一波的莫娜斯帕 但是第二波的莫娜斯帕 能夠解掉嗎 第二波過來 運騎 哇 這邊的抱團 抱得非常成功阿 直接擊毀了 摩根帝大量的騎兵 這邊騎兵上去 繼續戳 摩根帝人的村民處 有136村 村民處可以再繼續補一下 但現在補村民的話 感覺兵力會不夠 現在需要大量的槍兵 扛住一下這裏 道特的大量莫娜斯帕 OK 重物夾坐 好 前線的部份 終於鎖住 但是後面正跟城堡有點危險 現在道特在努力進攻當中 沒有下距離正跟城堡 算是蠻聰明的 如果先打那邊下面城堡的話 很有可能巨型頭死機會被拆掉 但是先把所有軍力往前給對方壓力 石島黃龍 這更好 OK 上面的城堡 沒有足夠的石頭可以修理 這裏要買100石頭繼續修理 花了166塊黃金 摩根帝人這時候才意識到自己沒有點下手 推測經濟並不是那麼的好 這根城堡應該是有點難修了 只有11隻村民是修不起來了 下方的槍兵配上馬上輕鬆兵 進行最後的攻擊 看起來是打不過去 完了 摩根帝人 尷尬 我怎麼覺得出遊俠會更好的感覺 遊俠配槍兵 遊俠至少160滴血 多15滴血可以扛 多扛了一刀 那也不好說阿 嗯 這個有點微妙 到底要怎麼出才比較好打木娜斯帕 摩根帝人這邊也可以選擇出一點火槍喔 增加一點 後排殺傷力 墨根帝人的火槍火器單位喔 有這個額外增上效果嗎 增加25%傷害喔 一隻火槍有21點傷害喔 好 但是現在經濟 摩根帝人越用越極限 當然道特這邊是率先轉出火槍那一方 而不是摩根帝人 太奇怪了 怎麼先轉火槍的是 喬治亞 而不是摩根帝人 好 那摩根帝這邊可以考慮輸火炮喔 火炮也有增傷 40加10的傷害 欸 結果這邊轉出來的科技居然是僧侶阿 想要用後面招響嗎 OK這邊看一下正面硬戳 那後方有火槍 打前方的擊兵傷害非常的優秀 這邊直接變成了一大排的單位 兩邊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但是喬治亞這邊的一隻排開更有威力 上方的馬上輕鬆兵還在亂跑 後面有一堆馬上輕鬆兵 這後面走來走去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補位 後方的火槍射得非常快速 這頭火槍已經擊殺掉了23隻的單位 看起來莫娜斯塔還是有點厲害 OK火槍繼續射擊 莫娜斯塔稍微往回拉了一下 補足更多數量開始往前 擊回了柏根帝後方的城堡 好這時候柏根帝人三級的破冰 鎧甲才升級完畢 但現在升級鎧甲並不是重點 重點是要趕快量產更多的單位出來 哇完了 這一波喬治亞看起來是十拿九穩 後方的火槍沒有辦法解決 這裡只要繼續補更多莫娜斯塔到前線 直接讓希托大出了聚聚 哇這個 這一波交戰打得非常驚險 看起來有點勢均綠的感覺 但我覺得最後 喬治亞的關鍵 還是後面這一坨火槍兵 這一坨火槍兵總共擊殺31隻的單位 包含這個槍兵跟馬上清裝兵 我是覺得柏根帝人這邊要早點轉出 火槍兵會更好 甚至火炮 當然槍兵馬上清裝兵可能還要繼續出 轉生旅科技好像有點為11萬 畢竟生旅要量產起來 還有點科技有點多 投資的黃金量會更多一些 趕快下這個射箭場 轉出火槍 跟喬治亞一樣 轉這個局勢更重要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 柏根帝人拿到了大約3000資源的勝率 但卻輸掉了比賽 總共是4勝物 總共我記得這個地圖不是6個勝物 是7個勝物 剛剛有個勝物不知道是誰拿走 這邊是喬治亞拿到1.42的KD 博恩帝人這邊是0.7 看起來KD只是喬治亞是更優勢一點的 有火槍感覺KD會再更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